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号位也没有那么强 因为毕竟巨神场有必装存断 而且输出手段也比较暴力 好 我们看2号位跳了一个反贼介路逊 3号位的魏蔡文基盼波齐过 好 下号是一看不管补牌 好 我们上来有个无数生友 那自然选择红牌多一个目标 是吧 让辽神多摸了两个牌 然后一个戴燕再给辽神补偿红牌 补了一个红桃伞 好 不是红牌 说说应该是红桃牌 好 居兽一看 把我们一顿爆的 无数人的麻烦就在于回合外没有防御 是吧 这是第一轮人跳出来有点脆 还好前面已经跳了一个反 后面最多三个反 好 过河拆桥 你要拆啥拆了个加一把 好 下号是也是忠诚 辽神又补了两个牌 辽神回合外达到9张 待会一个11排大爆发 当然他会选择偷两个牌 是吧 辽神不是完全的四血两收益 否则的话四血两收益就比较变态了 虽然他偷两个牌是两收益 但是他偷的那两个牌的质量 是一般来说是比随机从牌堆里摸两个牌的质量要差 因为大家回合外流的基本上都是防御牌 防御牌的话 你偷到手上的回合内 并不能够有效的使用 经常搞多了会气掉 所以辽神比较怕压血线 好 蔡文姬这一下子又跳了一个钟 王姬跳了反 大家发现没有辽神的这回 这把的钟内全胜女人 好 大家看见没有 这就是一个神器 这是张辽的神器 杖八神毛 别告诉我他是张飞的 在三国沙里面 张辽更爱杖八 是吧 他有了杖八 张辽才是真正的四血两收益武将 是吧 因为杖八神毛你拖到多少防御牌 你都能够把它变成进攻牌 好 拘兽表示这是辽神的后宫 确实是后宫 是吧 在夏侯氏美女 吴皇后美女和魏参文姬美女 全部围绕在辽神的身后 好 我们悲剧闪电劈了我们 没有劈到反贼 是吧 这一上来有点劣势 我们又是医血 夏侯氏 这个哇靠 我们三个后宫全是医血 那现在就看我们翻盘了 裸摸四张 能不能打出点花花来 好 这一刀杀还是不杀呢 不杀留在手上 给夏侯氏美女一个桃子 是吧 代验 好 拘兽弃了牌 然后夏侯氏 待会这启动 他估计桃子是留不住 给他桃子 他估计会吃掉 我们还是需要有人留桃子 好在辽神 他摸桃子的能力还是可以的 是吧 反正手上就吃不掉了 桃子像拘兽 陆迅 都有可能被辽神吃掉 好 我们杀留的好 当然不留也没意义 是吧 杀陆迅杀不动 杀拘兽也没意义 手上挡了一个蓝蛮 还是很嗨的 但这个蓝蛮明显是 反正方更爽 祖宗方更弱 是吧 所以说反开蓝蛮也是要看情况 好 王鸡这么一风骚 聊神这个乐中了吗 没中 没中的话 至少偷两张出个杀 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个 拘兽表示是明桃子 明桃子 估计是夏侯氏手上的明桃子 还是说哪里的明桃子 好 朱迅这一杀 冰冰冰冰 想要是桃子会救吗 手上没有明桃子 还是聊神手上是明桃子 不知道巨兽说的是啥 好 陆冰又没有杀死我们 我们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好 拆封机这一杀 最后不闪的话 拆封回合外还有一杀 巨兽有可能是留着之后再闪 那这样的话 拆封机可算是截至集中 好 我们这一个杀是可以一杀二的 一杀二 砰杀巨兽 还带上了王鸡 这是浮眠的效果 浮眠的红牌额外指定一个目标 是无视距离的 我们这个杀是够不着王鸡 那我们只要能够着巨兽 可以额外指定王鸡为目标 好 我们又给了蔡文鸡一张牌 好像不是桃子是吧 刚才那个说的一块没有注意 巨兽开始对我们的夏侯士 魅力有想法 现在反这一方第一个倒下 我们祖宗方虽然祖宗类三个都是一血 但没死 反这一方倒是死了 好 黄云英又甩了个蓝牌颅心 我去这伤 我们给了夏侯士 看给蔡文鸡是一张红桃的杀 就保了他一血 在夏侯士我们保不住了 是吧 倒下了 王鸡 哇 这一个五谷一开 拿了无限可击了 说明这个桃子会到 至少有一个桃子到我们手里 陆迅也拿了一个桃子 哇 这个九杀有点狠 这只有一个桃 我们是没有了 我们没有了 内奸也死了 现在只剩我们跟辽神两个人 在我们只有一个队友的时候 代言的收益就要减半了 我们不可能每回合 让辽神摸红刀牌了 只能隔一回合让他摸一下 是吧 否则的话他就要掉血了 好 我们这一口酒终究还是用上了 浮眠来 选择了摸大摸四张 是吧 左顺顺右顺顺 就要借刀 再一个顺顺哪个呢 绝对顺陆迅的伞 顺了一个伞 陆迅不敢发动 他的千曲连银是很聪明的 刚才是有朱雀与扇的 好 我们刚才给辽神指定了一下代言 大家注意了没有 辽神是没有拿任何牌的 因为是排队 好像底下是没有红桃牌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刚才这一个代代言死的 辽神没拿牌 待会后来就洗牌了 不过也不对 这剩余牌怎么这么少 因为大家手上还有牌 是吧 所以刚才应该是底牌没有红桃 所以啥都不发生 好我们不能死 辽神手上还有两个牌 是吧 希望有一个桃 救了我们一下 把我们给乐住了 这把够悲剧的 这把不能再中了 这中了的话 也没有办法 是吧 我们摸了三张牌 然后代言现在不能发动了 怕这个张疗掉血 滚等一轮再看 好 黄云英 弃两张牌 张疗 偷了 偷完之后至少出杀 不过他这时候出杀 只能杀黄云英 是吧 所以说他就不杀 但你有个闪电呢 除非他手上两张都是好牌 是吧 哎呀 这一挪摸一个红的桃子 我们吃了张疗也可以回敌血 我们浮眠再次发动效果 不单是桃子可以吃 不单是无中可以两开 杀可以两杀 桃子也可以两吃 是吧 好这时候我们又给张疗补了一张牌 然后再一偷再一杀 哎呦 他把这个神器杖把顶掉 换上寒冰箭 这不知道是怎么考虑 可能是为了对付狱兽 是吧 好这个闪电很公平 批了我们这边的一下 又批了反贼一下 现在进入欢乐二月 这会咱们里面选择了多摸一张牌 然后把木榴马传过去 这个木榴马是非常不错的 张疗可以有选择的 把红沙或者红桃子传给我们 那我们来两稿是吧 可惜我们只有一个队友 刚才我们选择是手牌 多摸一张 待会如果吃桃子 本来可以让两个人跟着想服 因为只有一个队友 这也要打点折扣 所以吴夫人还是在前期的时候 吴皇后还是在前期的时候比较屌 好果然来了桃子来了 是吧 我们本来可以一个让两个人 一个桃子三吃 现在只有一个队友 那只能两吃了 好可惜平方圆只能发动一次 是吧 所以说我们的杀 只能指定一个目标 因为我们已经吃过桃子 但当然对狱兽来说 一杀二也没太大意义 还是吃桃子比较爽 好我们又给张疗复编了一个桃子 所以这把我们的防御力 算是建立起来了 估计黄和英要在我们之前倒下 这家伙罗奔 我们是有神装的 好 这时候选择多摸一个牌 这时候桃子已经无法两吃了 主攻满了 主攻刚才头战有个戴焰 我们还强行给他补 这是啥意思 这就搞不懂了 记住戴焰 只能两回合搞一次 你这样搞 张疗得没有收益 你给他一个桃子 他流失一滴血 有啥意义的 好 木楼麻还被顺掉了 反而英 这一下子又搞起来了 又爆起来了 张疗现在手上这么多牌 不知道有没有杀 好 一个果核拆条被无限了 杀拒手一下 把木楼麻给搞掉 被断杀了吧 断杀了吧 刚才叫你顶掉 叫你顶掉藏麻蛇猫 好 火弓咱们是火弓了两个人 火弓狙兽 骗了黄元英的无限可击 然后再火弓黄元英成功了 戴焰咱们怎么还没有洗屋 你这样坑融了血 有啥好处吗 实在是搞不懂 实在是搞不懂 好 这是个冰药出段 咱没冰狙兽冰了黄元英 结果被狙兽给搞掉了 然后狙兽这一个戒淫爆发 我们是感觉这二位要打得憋屈 好 黄元英这一个调戏 调戏了一下张疗 随便搞 这个决斗 我们又掉了一滴血 黄元英这装备起来了 好 张疗还偷吗 勒布15中了 张疗选择不偷了 确实都偷的是防御牌 决定自己摸了 你不顶掉杖八 不就没这事了吗 好我们悲剧了 被冰凉了 那又坑了主攻一滴血 是吧 这打的是啥呀 那后期打的不怎么样 是吧 好局兽看着机会 收了黄元英想爆发一轮 你有剪一把吗 你有火杀吗 局兽表示咱都没有 但是可以是空杀里刷牌 咱这个藤甲立功了 好局兽刷了这么半天之后 也没有啥剑术 张疗这一偷 这一个是寒冰剑 不过这个时候 寒冰剑的价值体现出来了 可以来调戏局兽 我们就不要再瞎玩了 是吧 你再给张疗搞代言 咱跟你急 你至少等一轮 至少等一轮 不要使用代言了 或者你对局兽使用代言也可以 现在只有一个敌人的时候 你可以对局兽用代言 是吧 因为现在接受比较慢 局兽又是有点防御力比较强的 你别的输出打不动 你可以用代言输出他 虽然代言做输出有点弹疼 因为你先要给他补一张 有可能补到桃子 然后再每轮 让他摸一张红桃 掉一滴血 这个收益大概是个0.6的样子 你先给他一个1.4的收益 然后再通过代言每回合 让他损失0.6的收益 所以说要时间比较久才回来 你看我开始了 先代言他一张桃子 那下一轮让他白赚两收益 是吧 但下一轮我们就可以让他付出代价 是吧 再摸一张红桃牌 你就要掉血了 好 这个张良这个9刹 中了没中了的话 局兽只掉1血 是吧 然后我们再有一个大摸4牌 这一刹也是无所谓 是吧 我们拿个无险可击 这变得让局兽拉牌 然后再给他一个代言 红桃刹 他流了吃了血 结果我们自己的时辰也到了 是吧 局兽这一个爆发还有点厉害 是吧 可惜他已经没有防御牌了 让他随便摸一张杀 他就已经死了 随便摸一个进攻牌 他就已经完了 是吧 好 这把我们还是在最后时刻 获得了胜利 得到战功 浮运连绵 这把无妇人 这把无妇人 他的强 强的地方和弱的地方 大家都应该看到了 是吧 强的地方我就不多说了 弱的地方 一他防御力比较差 我们长期一血在这掉着 要不是疗神的桃子多 我们早就挂了 是吧 这是他的一个弱点 第二个弱点 就是在队友减少之后 我们的浮眠 代言 发挥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尤其是代言 你只有一个队友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两轮 才给他搞一个 是吧 好 第三是要说的 用代言当输出剂的时候 那是 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 在里有两个队友以上的时候 千万不要这么做 是吧 在里只有一个队友的时候 也可以不这么做 你两轮补一下也挺好 那你非要做输出的话 效率很低 一般来说 每用一次 是只能造成0.6的收益 但是因为你第一次 还是要白白给别人一个两收益 或者1.4收益 所以说一估叫对着狙兽 比如说要对着狙兽 以及猛用4轮以上 才能够得到收益 是吧 所以不推荐 把代言当进攻进用 好 这个主角ID叫卫公土狼 感谢他的录像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风骚的忠诚 是吧 看看这回刚才是辽神的大货宫 三位美女中类 这回我们看看刘老板 他的货宫 结果这回 这个拿了一个机友 是吧 那个神咒语 这个神咒语 历史上咒语是不太待见刘伯的 是吧 但我们成神之后 就不管那么多了 都是神了 你还计较啥 是吧 好 刘伯一上来搞了一下借大桥 我去这大桥好像是我们的嫂子 你这个俗话说 这个好吃不如饺子 是吧 好玩不如嫂子 刘伯一上来 他就对我们的嫂子有动作 好 魏妍跳了一个反贼 这个还是非常风骚的 连掉了这么多血 是吧 孙上香跳了一个钟 就是不给魏妍补牌 这如果魏妍要是一个忠诚的话 跟孙上香一伙的话 那有点我们主龙方就爽了 是吧 有结果发现这魏妍够风骚了 这牌摸的 这狂鼓玩的 是吧 孙上香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感觉没闪 好 哈哈哈哈 魏妍的吸啊 爽了 然后其他人好像其他反贼 故意都会配合他掉血 拿着摸牌 结果孙上香悲剧啊 直接被打死了 往哪个去 那这时候只能靠我们来力挽狂澜了 这把魏妍赚保了 真是赚保了 是吧 他自己掉了四血 然后又杀死了一个忠诚 然后又满血满手牌过 打死一个忠诚 打伤一个主攻 吊的一塌糊涂啊 徐氏 感觉应该跳了一个反 是吧 啪的一下子 一个红颜烈火 再来一个琴 噔噔噔噔噔噔 好大脚死了呗 死了呗 死了呗 别告诉我是忠 是吧 好倒了 别告诉我是累啊 说错了 好 一有这琴 吊得 连弹是三个反啊 我来个去 魏妍你吊 我们比你更吊 这一下潮人就是累了 只不不可惜的是潮人啊 他已经改版了啊 这么一个牛逼变态的累啊 我看是有点压力的啊 好 这时候这个刘备给了我们两个牌 我们肯定是有琴可谈的是吧 但刘备的状态是很让人担忧的啊 好在潮人他内肩如果想赢的话 就不会那么轻易当刘老板死的 同时我们是可以弹琴回血的是吧 噔噔噔噔 血又回了啊 我们弹琴回血刘老板 他可以忍得也可以回血是吧 我们的回血速度 肯定是比这两个人快 而且这两个人已经回满了啊 尤其是魏妍他吸的快是吧 潮人他回的快 好我们这是这这排好排不少 吴忠胜又被无懈了 又挂了一个闪电啊 要跟这个魏妍同归于尽的结果 好现在内肩非常的强势啊 内肩非常的强势 所以我们非常头疼啊 如果我们被打死阻雷反呢 只能看主攻怎么玩了是吧 虽然刘倍阻雷反是有戏的 但是对这个这个主攻的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啊 好刘老板没有选择回血 选择赶紧输出打这个这个魏妍 哎结果啊 这个呃 潮人一看啊游戏是吧 这坚决不能让魏妍再吸血了 魏妍每次吸血 实际上内肩头的心也在流泪是吧 好来了啊 这一杀啊 这一蓝盘东西干的为什么不酒杀呢 难道要把酒留着吗 好就是激将啊 我们是没有杀 否则可以替刘倍响应激将了啊 好我们的弹琴来了啊 这留一个酒吃一个桃子啊 这刘老板只剩一血 我们看见这个内奸这个无蟹 我们觉得内奸应该不会是失票之类 是吧 他应该觉得他很有赢的希望啊 现在的潮人1v2无压力是吧 何况和这个忠诚 还是这么一个残血忠诚啊 但是咱们的琴 论拖啊 拖自觉很猛的啊 好顺手千阳 顺手千阳 你能九杀我们 九杀我们你杀不死 我们还是能够跟你弹琴回来的啊 你杀死了算力很 没杀死你就等着我们弹是吧 好刘倍这一下子又送了个桃啊 又送了两张牌 我们吃了桃再弃两张牌再弹琴 又回满了啊 刚才这个潮人没有选择翻面 可能是因为可能想着知道 如果他翻了面两回合动一次的话 我们回去又更快了是吧 好现在现在潮人看着不行了翻面了啊 我们再弃牌回血这一下子啊 刘倍回满啊 咱们回到三血是吧 刘倍还给吗 不给了已经回满了啊 他现在又被这个加一马给卡住了 现在我们还是有点头疼啊 有点头疼 这个潮人这个加一马 刘老板没有距离啊 不过好在他也不产生气牌 大不了我们来输出啊 那我们这个输出的话 如果弹琴咱是亏的啊 咱们弹琴我们这边掉两血 潮人掉一血啊 还好 刘老板他是给牌可以回血 是吧 他给牌可以回血啊 那么相当于是我们跟潮人拼血啊 那是真正的拼血啊 还是要比桃子了 最后是啊 行 那我们就看比桃子 看谁摸桃子摸酒厉害啊 好 潮人他应该有杀 为什么不杀我们呢 这这这哦 他可能觉得杀了我们 我们也可以弹琴回血啊 所以就不杀了是吧 但你想多了呀 你不杀我们 我们买血的时候咱不回血 咱还不能掉血吗 咦还真的不能掉血啊 不过也好 这个火宫民众 只掉潮人的血 不掉我们的血 是吧 潮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无限啊 好刘备给了我们一张无限可击啊 结果我们没有使用这个无限 选择掉血 好 这个勒布斯鼠 起伤伤牌 选择在一起掉 反正咱又手上逃着多啊 好 既然咱逃着多 就不怕了啊 决定跟你拼了是吧 好 这时候拼无限 没拼他啊 他手上的他这个牌实在是太多了啊 就把我们的一个桃子给顺走了啊 他现在流血啊 又开了一个讨厌结议我那个去 但是他们又没有无限我们 不知道怎么想的 这时候我们是拼血阶段啊 那潮人应该是想尽办法让我们掉血啊 能无限我们回血 就无限我们回血 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可以秦英回血 你就可以啊 你就不这么干 是吧 咱秦英可以回血 但如果我们秦英不用回血了 咱是可以用秦英伤你的血的啊 好 这个必装出断还是比较伤的 好 他把刘备的这个残兵剑给到我们身上啊 不知道是为什么是吧 可能觉得刘备不缺这个无射杀啊 给到我们身上 我们可能就摸不到 摸不到红沙了 但咱们输出不用红沙呀 咱们弹琴就可以了 好 潮人来一个酒沙 我们一起掉血 但我们有酒和桃啊 不知道你手上有几个酒和桃 我们还有刘央板包养的桃啊 就看你比不比得过我们了是吧 好 吃两个桃还可以七两个牌 在掉血里有酒有桃吗 没有了是吧 终于用秦英退敌 把这个潮人这个内奸给搞死了 是吧 我们一上来的时候 胃炎比较屌 看着很猛大残 主攻打死忠诚 我们回到满血满手牌 结果我们一转身啊 比他还屌啊 是吧 实话说是吧 山外青山楼外楼 一将还比一将屌 啊 我们这一个叶炎加齐英 连灭三个犯贼啊 然后最后 在这个欢乐RVR的时候 先灭魏炎 最后靠弹琴 把潮人 首先靠弹琴回血 再靠弹琴输输 是吧 非常的厉害啊 组织角ID叫合纵连横图 感谢他的录像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内奸 又是非常主流的潮丕组 我们这丰富的选凉框 会选水里 哎 对了啊 董白好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组织角了 看看董小姐啊 董 董小小姑娘的发挥啊 好 还不能叫他小姐是吧 毕竟他死的时候还非常的年轻啊 属于这个tineager阶段 就叫他董小姑娘就行了 好 潮丕一下来对八号位的刘邦云有了想法是吧 有个火宫看看底裤 刘邦云犹豫了半天晾了一个红桃 还是掉了穴 好二号位林童被曹主公搞了一下啊 这个二号位和八号位都是有原罪的 是吧 这个顺手欠阳挑了一个反贼 咱们给搞了一下佐词 是吧 对不起我们是内奸 内奸 其他人不讨厌最凡佐词这种啊 好 大家看到没有我们黑牌是不记录这个这个手牌呃 术的是吧 我们可以虚报一个过河拆桥 然后一个祖国联组还可以虚报三个黑沙啊 刚才我们是需要两个这个黑沙是回合外拉的 但是也是可以续着的啊 也是可以续着的啊 蔡文基跳了一个反贼 待会还可以莫置一个无中和一个五五红灯 是吧 我们每次悲剧 每次五股咱都是最后一个拿啊 十六八九拿一个黑沙啊 黑沙不要 别人不喜欢黑沙 咱们很喜欢啊 咱们纯着就是了 反正也不占手牌数量 是吧 变变态的地方就在于此了 好 司马朗应该是跳了一个反贼啊 细使才这一下子 应该是跳了一个忠诚吧 先扶的是曹丕啊 就跟着躺了枪是吧 这一个家伙伙估让他掉了凉血啊 同时曹丕还发动一个放逐翻了蔡文基 为什么不翻前卫的领统呢 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啊 翻蔡文基感觉只有咱们打得到啊 不过咱们有一个诸葛联组啊 是可以考虑打一下蔡文基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的 好细使才现在比较危险了啊 佐词再跳了一个钟啊 赵云就是反了啊 这个钟啊 他打的是蔡文基啊 应该是掉的凉血是吧 好 这个灵统呃 这求啊 这个司马朗求两个桃啊 这个自己的手牌给搞回来了 佐词没有搞死司马朗 看赵云八牌启动 借劳杀人是名牌啊 我封得你拉的 这一个充正 细使才死了就死了啊 咱们肯定是不救的啊 因为在咱们眼里 这两个人也是死人 是吧 甚至灵统的命都不会很长啊 只不过佐词这个八卦 又让人有点讨厌 那咱有张过拆是等着他的啊 好 潮皮这一杀 杀司马朗没杀死 不要请咱们来送他上路啊 好 灵统来发飙猜 估计不会猜我们的啊 因为这就是 存牌上限高的好处 是吧 咱要是因为存不住 把诸葛连弩挂出来了 这时候肯定就没了啊 咱正因为黑牌不占手牌术 咱可以把诸葛连弩藏着啊 藏在裤裆里面 咱们虽然是女孩子啊 这个小姑娘啊 裤裆里的凶器 一样可以吓死人啊 这一杀没死 裤裆凶器晾出来 再杀死了没 再没死 咱还有个酒杀 有直接就死了啊 咱们再杀司马朗估计也死了啊 然后呢 这主持人八卦阵被李总拆了啊 那正好咱们也可以考虑 以后干掉主持也比较简单了 是吧 好那现在咱们 直接不动了啊 这打得漂亮是吧 这其他黑牌全部续子 这时候已经进入了这个五人局啊 咱五人局佐持要动 咱就让他打打工是吧 不必急着啊 很多玩内奸不会玩 非要在五人局干掉忠臣 那待会反贼动啊 一反贼动要打主攻啊 打李估计打不动啊 或者打李你就更悲惨了 一第二啊 主攻会有点仇类倾向啊 因为你杀忠吧 这不论怎么搞 都是对内奸不利的啊 而咱们现在啊 把忠臣留一轮 让他给我们打打工是吧 让主攻干掉这个反贼 我们再来爆发啊 这佐持就是个死人了 咱看看这是啥 这是啥 这是啥是吧 好咱们决定不抱主持的 佐持的菊花啊 这个阴阳人的菊花 咱们不感兴趣啊 对他发动一下连珠 跟曹皮单挑毫无压力啊 是吧 千万不要说曹皮神装 咱们表示没有压力 那虽说没有压力 但这个灌尸斧绝不是个好东西啊 这个这个曹皮拿了灌尸斧 对咱们来说还是有点头疼的啊 好 咱们开始玩曹皮的手牌 迟早把你扒下来啊 你现在可以弃手牌 你迟早要弃你的装备啊 但他装备又比较多 等到他弃这个灌尸斧 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啊 有一段时间的 好 我们这还有一张9 可以保保小命 是吧 咱们这样伞都无所谓 那伞还是有有所谓的啊 可以让他弃牌啊 等到把牌弃的差不多 他的灌尸斧就保不住了啊 好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不保灌尸斧 给我们摸牌 那这样摸牌的话 咱就有机会摸到桃子了 是吧 好 你看这桃子来了啊 总之他的灌尸斧 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 咱会八呀八八呀八 曹皮也就是不不拖他的灌尸斧 这一杀又是灌啊 咱们这口酒还是留着的 好 觉得差不多了手 咱就可以直接把他给吐死了啊 你看这已经有多少进攻牌了 曹皮手上有五张牌 我们看看他这个论数中了 会弃多少张 好 他弃了手上还是五张牌啊 这已经超过他的手牌上限了啊 说明啥 说明他手上已经没有别的牌了 全是我们给他的黑杀了 是吧 所以说啪啪啪 咱们直接一进进攻牌 四点进攻甩过去 他是必死无疑啊 没有第二种可能是吧 所以曹皮翻我们的话 那只是是赌我们手上 没有那么多进攻牌啊 否则他不管啊 翻了翻我们给我们补多少张牌 都是亏的啊 因为我们已经不需要下一个回合了啊 看看曹皮手上应该全是 我们给他的黑牌啊 青钢剑啊 杀呀 冰凉春断呀 董白的单挑水平还是很厉害的啊 当然跟曹皮这种人比起来 就更不用说了啊 好 这个主角ID叫做月落新桑 感谢他的录像 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啊 后面砍砍三国 谢谢大家下期再见 好 这回砍三国我们来砍砍赵云 是吧 因为我听说长满坡模式要要上线了啊 当然不知道是啥时候上 所以我们借着这个秤秤乐度啊 砍砍长满坡 是吧 之前关度之战模式上映的时候 咱砍关度之战去了 现在关度之战模式结束了 咱们也就转转了啊 当然很有可能可能有小伙伴可能觉得关度之战还没有砍完呢 为什么圆坛圆熙这两个 撒了巴基的要内讧 让曹操渔翁得利呢 这么简单的道理 他们不懂吗 为什么不联合起来 对抗强敌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以前在知乎上也回答过了 是吧 当年这个问题叫做这个 如果刘备啊 刘章啊 张鲁啊 马超啊 韩水啊 他们联合起来能不能干掉曹操呢 我当时就解释过了 这种联合是很难的合纵 是很难干得过联恒的是吧 虽然袁绍啊 袁潭 袁啊 袁上知道他们要联合起来对抗曹操 但是联合起来 谁当炮灰 谁来摘桃子 就像三国沙里面玩三国沙 我喜欢我经常喜欢选的一种炖匠啊 就是为了让别人脆皮队友去当炮灰 我来摘桃子 是吧 所以说啊 这个在现实生活中 大家都是聪明人 三国沙一个 不是说其他玩家没我聪明 其他玩家可能不一定有我这么阴啊 有我这么小 在这上面花老金是吧 但在现实生活中啊 袁潭袁上啊 都是人精啊 他们不是人精 他们手下的谋士也是人精啊 他们自然就会遇到囚徒困境 谁都想摘桃子 谁都不想当炮灰 所以他们的联合就很难成功啊 所以必须要先火兵啊 关于这个道理 这个答案里面讲了很多 我在这里就不废话了啊 所以我们来跳到长满坡啊 看看赵云啊 关注之战就告一段落了啊 好 赵云啊 他的故事非常的丰富多彩啊 也非常的吸引眼球是吧 那主要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原因 当然三国演义只是一个次要原因啊 最主要的原因是裴松枝在驻三国志的时候啊 帮助陈寿补补充了很多赵云的材料 这些材料都出自云别传啊 相当于就是赵云的后人写的赵云的事迹啊 那自然里面全部是赵云的正面事迹了啊 这个云别传的材料一补充 赵云的经历就丰富起来了 光看陈寿的三国志里面的赵云 那是没多少好玩的故事啊 大部分让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全部出自云别传啊 比如说我们随便说几个啊 著名的那个那个 刘备跟赵云之间的激情四色啊 赵云离开刘备 刘备是多么的舍不得啊 抓了赵云的手啊 这些就出自云别传啊 还有那个赵云结江大斗是出自云别传啊 还有那个这个这个什么啊 那个赵云那个一身四胆啊 虎威将军啊 当时旧黄中啊 汉水之战那个也是出自云别传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呃什么 反正这些呃大部分关于赵云的精彩啊 故事都是因为云别传而使得是能够看见啊 但是长板坡是正儿八经的 出自现在三国三国志里面的是吧 云别传啊这种家传能够流传下来啊 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吧 你想赵云他虽然也算是一个人物啊 但是在刘备集团 他并不是做的非非常靠前的啊 我们知道官章马皇兆 他是排最后一个的啊 从那个官卫啊什么将军的这个名字啊 从他来看来的话 他也是比关羽张飞要低的啊 但是关羽张飞啊啊 那个包括黄中 他们都没有留下像这样的家传是吧 偏偏赵云的后人 那他的这个把他的诗迹给记录下来 比流传下去了啊 是非常的厉害啊 这个历史啊 你留下来的正面的记录越多啊 那后人就自然就越喜欢你 是吧啊 因为古时候的资料啊就太少了啊 人家看来看去像张飞翻来覆取 都看不到啊 这个这个是什么诗迹啊 只有三国字里面聊聊几笔记载的诗迹啊 所以其他的就只能靠劳补了 但赵云你不需要劳补啊 那个云别传里面就有啊 当然有这种待遇的不光是赵云一个 很多人都有他们的家传流传下来啊 其中我选几个三国沙里面出现过的 介绍一下啊 一个是华佗啊 一个是徐玉是吧 还有一个鱼帆啊 还有这个诸葛克 还有这个这个孙姿啊 刘芳好像没有啊 也和孙姿有他的家传 还有这个费亦有他的家传 那蒋婉不知道有没有好像是没有 是吧 好这几个是三国沙里面出现的 那还有其他人大家不太熟悉的啊 也是有也有他们的家传 多多少少的被裴孙姿记录下来了啊 知道三国的时候是一个乱世啊 尤其还经历过这个这个这个五湖乱华 这种折腾啊 所以说在裴宗芝那个时候已经到南北朝了 那个时候能够翻出啊 这个这个赵云的后人写的家传 真是不容易啊 也算是机缘巧合是吧 我相信关于张飞的后人啊 尤其是张飞的后人在蜀汉当然当了很大的官啊 他的两个女儿都是皇后是吧 他还有儿子是什么上书之类的也是高官啊 肯定都是文化人啊 张飞肯应该不像这个三国演义里面写的是个大老初啊 他的儿子啊 女儿应该都是文化营啊 写点家传是没啥问题的 只可惜不巧没流传下来 我们知道诸汇之乱啊 只把成都可是折腾的够呛的啊 那个还大火还烧了几天的是吧 很有可能那个张飞关羽他们的家传就这么消失了啊 赵云的家传非常幸运的保留下来了 好 关于赵云长板坡的故事啊 简单的说一下啊 那也没法啊 那个复杂的说啊 如果你只看史料三国志的记载 那是非常简单的啊 就是刘备被打的灰头土脸了 赵云把刘备的儿子 这个阿斗就是我们的刘善 还有刘善的妈甘夫人救出来了啊 剩下的情节都是那个三国演义老普的 而且三国演义老普的非常的厉害啊 认识把赵云写成了一个神人啊 那百万军中搞得七进七出 那简直比抗日神剧还留啊 抗日神剧好像也没有见到这么个吹法是吧 顶多是什么手撕鬼子啊是吧 那也是手撕少量的鬼子 什么百万个鬼子来了 你还能七进七出 手撕七八个好像也没有看抗日神剧这么个吹法啊 可见三国演义那是吹起来那是完全的不伤税啊 好 但是长板坡 为什么会出现刘备这么狼狈的情况呢 我们要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刘备如此狼狈也得也也没有赵云啊这种啊这个英勇的事迹来出来啊是吧 我们有句话说了好啊 这是上病治胃病是吧 就是很好的医生可以在你未没有生病之前 就就把那些可能生病的东西给去掉了是吧 刘备作为一个刘人啊 这个刘皇叔这么聪明的人啊 这么一个乱世之枭雄 怎么就沦落到长板坡这个境界了呢 怎么会搞得如此狼狈 再差点完蛋连儿子都保不住了呢 所以啊这个我们下期啊 再再看看长板坡的来龙去脉